中二美股开环之后 走势各亿三大指数是涨跌互鉴 由于本周预定要公布的数据不多 投资人把焦点暂时转移到 大型企业的获利财报上面 对企业陆续公布的财报 一一的进行检视 而在欧洲股市方面 受捷中国央行说呢 将干预货币市场连带为欧洲股市 也提供了支撑 中场欧股指数收高 我们带你关心欧美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